他的相关的节目 都是有党国的意识形态在里面 在台湾自由开放的社会 我们的国民都培养出独立判断和辨识的能力 但是对中国采取这种有目的性的 隐私音文化输出 那么我们还是要兼顾国际间 对中国这种文化最实力的渗透 已经开始 做出很多的这种限制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太掉以轻心 政府就必须要省省来面对 那评估这个案子对于我们国安产业文化 可能会造成的影响跟冲击 2016年3月爱奇艺台湾站开台 不过是透过在台湾的代理商 OTT娱乐公司代为处理经销宣传等营运的项目 而现在包括腾讯等中国大陆的OTT都想寻爱奇艺的模式来台湾 陆委会指出 中共为了扩大对外宣传 要求中国的OTT往海外发展 台湾是首当其冲 目前全世界对中共这种做法都以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衡量 尤其对于台湾文化渗透 是中共对台湾的工作重点 台湾的政府必须严正以待 不能掉以轻心 目前政府正在积极查处爱奇艺是否违法在台湾落地 如果确定有违反两岸的条例或者相关法规 将会下架爱奇艺台湾网